4元,1元,2元 我要牛肺 小豬肺,沒有牛肺 這個是牛肺 要這個 腸,脆骨 脆骨 腸,5元,2寸 好,好,好 好,海豬老城區那種感覺 不像西關那種 西關的路會更窄 兩粒籃,我看到 三粒 還有一些瘦肉 是清的 這個沒那麼快喝,要攤動一下才行 老婆在說 這些老字號 街坊食堂就是這樣 不會令味道很濃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 市義工 又到星期五,跟老婆出來吃飯的好日子 所在位置是市義工 我們去南村買熟 現在這個中數 已經是差不多五點了 很多人收工 你看江南大道北 多多車 上次我幫觀眾 找住過屋 又當牛雜檔 我們現在跟老婆先去看看 如果牛雜檔又開 我們先吃野牛雜 大家看看現在的氣溫 27攝氏度 富基廣場 所以大家看看 很多人穿衣服 有長又短 有短又有長 早上出來的時候 可能還要穿外套 到現在 短褲都嫌短 我就是這樣相風 我們現在 進入市場 在市場的口 就是牛雜檔 但吃牛雜 眾所周知 就要說好沒有彩 暫時我看到 好像沒有開檔 他還在說 有啊有啊有啊 我認錯了 在這裏 在這裏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牛雜就有開檔 而且人並不太多 好啊 之前在這個位 現在搬後了少少 這個是豬肺來的 一元一串 豬肺 全部是牛 牛肚 牛肚 牛腩 牛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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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 牛肚 鱼蛋也要鑽鱼蛋 還有麵筋 是靈魂 我們有發現一個正的車仔洞 很多醬料有蒜蓉辣椒醬 辣醬、辣椒油、海鮮醬 還可以加即食麵 後面還有華蜂即食麵 我女兒最喜歡這些 可惜她要上學 每次她都走寶 原來如此 對,像得很交官 表姨我們是跟她學的 表姨學的 格格都沒有一樣 好像差不多 風格又很像 她剛才說很像 我女兒專程去吃 自己去 對 對 排長龍 對 對 謝謝 我們就自己加醬 連鎖精靈 不要加辣 其實加辣椒 我有兩聲咳 我兩聲咳 不要 在這裡吃 我們自己在這裡吃 這就是牛杂 牛腸必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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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大家都聽到 我們就問清楚 原來 就是我們在荒村合卿園 那間 的 侄女 那是她 姑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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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這個門口大賣 這裏附近也有 26宗 未夠中放學 就是小廣路 試試麵筋 跟荒村合卿園 那檔一樣 湯底不鹹 我最喜歡 就是這一點 有些湯底 很可憐 這個 就好 還有這個 其實我很喜歡 做不做法嗎 以前 我在新唐上班的時候 有一個 外省的麻辣湯 我當時很喜歡吃這個 叫做 風琴豆腐 好像這樣叫 芋芋芋 那些汁 一定要吸著 吸得夠 只可惜 我雙風 不吃得太重 味道 否則再加點辣醬 上廚加點辣醬 很好吃都不得了 而且不貴 這麼大粥 20元 價錢一樣 價錢一樣 蘿蔔 一元兩吋 一元兩吋 最高 一元四吋 總之就不要記了幾吋 試一顆牛丸 行不行 因為你吃牛雜 其實醬汁就是靈魂 湯底 或者叫做 蘿蔔也是其中一個 炆了多久 像這些 只要你拿貨 不要拿太差 其實都不會爭 有些差 就是最好不好 所以通常我們吃牛雜 就是一個看火候 拆軟的頭 又不行 第二個價錢 環境 還有最重要 湯底 七仔的魚蛋 有些魚 浸到 浸到 一星期 要不要探 都會浸到 嘗嘗蘿蔔 就是這一種 一元四塊 合理的價錢 真的 南山在這裏 附近也找到 磅口 哇 蘿蔔好味 好味 好味 可以在這裏走嗎 不要不要 你吃一口 味味 味在這裏 我們又吃了 一頓小食 接下來 就進來市場 賣菜 通常星期五 我們跟老婆 開發新市場 這裏是其中一個 我們開發新市場 最主要一個標準 就是 最好有戶外 以及近 吃東西的地方 這裏 幾樣都集中了 這裏叫小港育菜市場 不過附近 就有很多 好像這裏 露邊攤的 再沉起 和大家說一句 附近的小食 其實在市區 為數不多 有那些 酒鬼檔推車仔 到夜晚炒粉 炒麵炒螺 其實就是這裏附近的 不過當然要收了熱 才有的 最起碼 我最早見過 都要八點鐘 不知道今晚有沒有 我們吃完飯 都知道 叫什麼市場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或者叫做小港市場 又不知道算不算 南村 又未在這裏 不過不要理他 最緊要 玩得開心 有肉賣 這邊 又有 這邊有肉賣 雜貨 又是好 海豬老城區 那種感覺 不像西關那種 西關這裏會更窄 又未到 上星期我們去到龍套味 那種感覺 那邊居民住得多些 這裏感覺上好像少些 有公里 白香果 十元十五粒 價錢 新薑黑麥瓜 砂糖吉 十元三斤 合理價格 這邊賣橙 冰糖芯 蘋果 還有一件事 我一定指定要買 就是要買點麵包 明早早餐 上星期 為什麼我會不舒服呢 其實就是我吃炸彈傘 吃得太多 好吃 我吃光 為什麼要吃這麼多炸彈傘 因為他主要剪片 肚餓 一邊肚餓一邊吃 一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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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喉嚨就痛了 他一直在說我 他說我一天之內吃光 草 荒 九 就是這裏 還有賣雞鵝鴨 燕湯 還有白鴿 這裏確實沒有農土味市場那裏那麼大 但都是海豬區老風格 上邊是芽片屋 下邊是賣菜 像這些 草荒十巢 你看這些以前很名貴 大閘門 裡面還有人住 大閘門 裡面還有人住 大閘門 基本上就是這樣 後面還有少許大筆湯 始終他們不是耿蕩 有時候你不會說 每天都見到他們 前面的大閘門 雖然這裏不太大 老街老巢 但是特別有味道 這裏好像出去就是市宮那邊 另外其實這裏來基立下道 基立道 是很近的 前面都有幾間餐廳 今晚我是打算跟老婆去奇諾多 但你知道我們去吃東西都是 看見對眼圓就去 那裏就先去 那裏去前面那幾間 老婆看看合不合吃 你會覺得一般的 我們就去奇諾多 上次我有經過這個燒蠟檔 就是這裏做個飯盒 坐在門口吃 可以嗎 這些可以 還有兩餐飯 兩肉兩菜十三元 三肉兩菜十六元 旁邊這裏 剛才我們經過就是基立道小學 來到這裏中數五點多 各位放學都放學了 這裏強記士多的專門 放一杯 在這裏續客棋 挺過癮的 但走了一段時間 未發現有麵包賣 大家先看見 這裏寫了些便宜菜 招鹽雞筷三十八 我不能吃 還有甚麼 還有蒸背 四十八元十隻 鐵棍淮山 浸雞 四人套餐 這裏環境很漂亮 現在在這裏吃嗎 突然間決定在這裏吃 今晚 就在這裏 我們就這麼隨意 看見鴨便上來了 看見鴨心水便上來了 我們打算去 對面吃糖水 再去奇諾多 奇諾多 可以下次去 這裏可以嗎 不錯 挺別致 又來到眼花瑤聯獨餐牌時間 這裏叫甚麼名字 剛才忘記了 花園酒家 不是 惠景花園酒家 這裏有很多食物 例如 脆渣牛肉片 還有泰國蝦片 五十八元 不貴 不過熱氣不好吃 跳過 還有蓮藕煲 但貴子供應 珍珠焗好 這些好 還有麻辣牛腱 這裏不得不說 屎絲雞 不是很多地方做到屎絲雞 夠膽叫得屎絲雞 不少 我知道在解放不路有一間 下次可以去試試看 除此之外 這裏還有蛙蛙魚 上次我在這裏拍攝 經過門口的時候 已經有觀眾說 蛙蛙魚 其實現在已經是自養了 這裏吃的是自養蛙蛙魚 例如石鶴蜜東燉蛙蛙魚 四位 又或者吳川蓮麗炒米粉 整個套餐 大廳一九八 還可以加15元 換一個支援雞塊 六人套餐 都是三個水 為了一個人五百元 不少十元 下面就是我們 點的平價菜式之一 大盆蒸箱丸 通常星期五晚出來吃飯 我們都是不拜個女兒 然後女兒就等著我們 拿餐回去吃 所以會叫得多些 再來 老婆貼心 知道我 那個鼻又盲又盛又盛 又說熱氣 青腩燉排骨 二十八元一位 這個就是我獨享的 再來 既然說到蛙蛙魚 這些是單獨蛙魚菜式 例如蟲草花精 竹水浸 又或者 這個馬膠魚不是來的 我不吃得 這個 主要是 因應女兒的口味 我就盡量少吃 煮食呢 我們是想過這個 沙灣水牛奶蛋撻 又或者這個馬膠魚 蝦皮炒飯 真的 很多地方有得吃 這個 沒辦法 要了蛋撻 吃少些 我老婆說 下面還有黃鮮飯 炒米粉 炒米粉 各種都有 至於這邊 就是一些小菜 牛仔粒 果汁豬扒 各種都有 最貴的牛仔粒 六十八元一例 最便宜的 大豆芽炒海捷皮 三十八元一例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 台山蝦醬蒸花肉 多春魚 我最主要是怕女兒不吃 我跟你說 蛙蛙魚 你女兒肯吃蛙蛙魚 沒有 多春魚 一定吃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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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單 下單 首先送上來的 就是炸多春魚 我想我吃一條 應該也不怕 煎 不是炸 煎 餐牌上面 有香茅 我未吃就不知道 這個醬汁 不知道是甚麼 一條不怕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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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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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碰到醬汁 有春魚 是蝦 它不是那種 外面很硬很硬 煎到很過火的 有煎炸的香口 但又不會有罪惡感 煎 真的 怕熱氣都可以吃多兩條 送啤酒最好 是的 都是送啤酒一流 等一下再吃多一條 接下來我這個燉湯 又到 你試試一下 大碗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看過 一些 兩粒 三粒 還有一些瘦肉 清的 沒有那麼快 可以喝 放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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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方法 就是配 瘦肉 應該是排骨 應該是排骨 不是瘦肉 有青腩 味道 就聞到很香 很香 很香 青腩味 排骨 在這個時候 剛剛焗起的蛋餐 又剛剛送了 上來 其實我們剛才 這麼早上來也對 再走多一會 就已經沒有位了 是的 這裡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現在 六點鐘 已經坐到這樣 有些是預約了 對面已經坐到滿了 所有食材都上齊 這個也來了 就是這個蒸箱丸 這一台食材 這台食材 未算是茶佳 白飯 105元 大家看看 值不值這個價錢 我就覺得值 這個是特價菜 這個是特價菜 這個也是三十多元 這個是二十多元 這個我忘了 原來這裡有早茶飲 說了這麼多廢話 終於這個湯應該差不多放涼 嘩 驚訝料 青腩湯還沒喝 但排骨已經有青腩的味 排骨裡面也有 好像這道飯 已經有少少青腩的青 正常排骨不是這個顏色 老婆吃到亂了 她已經在吃水牛奶蛋撻 這道飯 挺有心情 都是排骨來的 摘下來試一口湯 嘩 青腩 好青腩 嘩 好青腩 一喝下去之後 喉嚨超級舒服 真的純粹為我叫 適合我 當然適合我 這個湯色 挺好 青腩的 又不會有很多抹 這個不錯 不過這個應該不是魚中蛋 因為魚中蛋 就不是這樣 但有這麼多材料 真的夠味 我繼續喝湯 這個湯真的好 越飲越甘 適合我 喝完之後 又可以放膽地去吃 沒錯 老婆在說 這些老字號 街坊食堂 就是這樣 不會令味道很濃 這個也是 不會炸到很重油 這兩個我未試過 她試過 都是很好味 大家喝完湯 我再試 終於喝完湯 好像鼻子會變得更濃 其實真的不太誇張 因為 因為 很冷 鼻子會變得更濃 喝完湯 這麼熱 鼻子會變得更濃 不太誇張 吃花 湯丸 牛肉丸 豬肉丸 看 這個豬肉丸 豬肉丸 可以嗎 它不太大顆 而且 看見表面 這顆顆顆顆 應該都是自己做的 它的油用得不錯 花生油很香 這個辣椒 不辣 這顆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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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肉的比例是高 可以 可以吃到有回甘的味道 可能是有一點肥豬肉 那種回甘的味道 和剛才好 真的 下面 是這些 雲耳 雲耳 都有不少食物 花生油很香,我很喜欢 牛肉丸还没吃,但花生油真的很好 肉比例也很高,轻轻有少许沉肥味 里面没有马蹄,基本上就是这样 肉比例很高,很厉害 这些饭一流 肉比较好吃,有益的食材也是这样 但也不及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 它不会炸得很干,里面还能吃到汁水 它当然不是蒸一蒸,你不吃 有味,有少少咸味,就算不碰汁也是 这个真好,所以我忍不住又吃多一条 真的很好 这些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给女儿了 我又试过蛋撻 刚刚送上来的时候,老婆试过,是热的 现在等了一段时间,不热也很正常 它是水牛奶蛋撻 等了一段时间,下面的皮是少量的 湿了一些,也很松化 不让大家看 真的放了一段时间,是我自己的问题 老婆说是没有刚才送上来 那么过瘾的 但出品也不差 水牛奶蛋撻的部分 有少少甜 只有少少 不吃了 是的,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130多元 是三个人的份量 很值得吃 可以称之为老广饭 通常我们吃的都是这样 尤其吃小菜 它其实贵架也有个铺 比如说,三个人份量 两个半菜 两个饱饭 一个白饭 差不多是这个消费 现在这个中数,七点都未够 街上天都未黑 现在我还有两个任务未完成 第一个呢 就带大家去看看 市工门口那些酒鬼当 炒粉那些 他们叫做酒鬼当 其实有几个地方 有些可能会回到前进路那边 市工门口也有一些 过去看看 如果有炒电脑 应该会买一份 不过我猜天色未黑 应该没有 第二个任务就是买包 又在玩人家的猫 我认识你那些多春雨 要拿回去给女儿吃 它闻到你吃过鱼 肯定 你看 你看 它闻到我吃过鱼 哎呀 哎呀 走上来了 这只都是老猫 招财猫 它只是给你摸 你看 哇 已经躺下了 你看 它已经躺在这里 给你摸了 它多享受 哼 不摸的 它说 再摸吧 哼 最聪明的玩猫 你看 它很舒服 一鼓鼓鼓鼓鼓 嗯 嗯 它最喜欢人家弄它的下巴 弄它的鼻子 鼻子 这里 因为这些地方它摸不到 天气不要搞同路 嗯 主人才可以 咦 他说没有了 是啊 没有了 在这里睡觉了 拜拜 老城区就有些微微 周界都有猫玩的 哈哈 天色越来越暗 我们来了这里 终于草荒聪美 之前就走过的了 只可惜晚上什么都看不到 大家的画面可能未必看清楚 这栋楼还有一些人住 这栋楼 很习惯 好像打仗 除了它的水管是新的 连冷气机都没有 可能放不了冷气机 到这里面前就是小港路市场 晚上也这么刺激 可惜灯光不够 我们就会沿着这里出去 外边出去就是市业工 我们就进来这里 再看看有没有面包 看样子是有的 只可惜是黑了一点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 国强饼店 叫得这些名字都是老赵 老赵的价钱都不可贵 又真材实料 一于就在这里买包 明天早餐 看看有什么买 这边的蛋撻 刚刚吃过 还有老公饼 老婆饼 蛋黄酥 都得没问题 看那边 又有 有什么好 菠萝包 叉烧酥 手撕包 多士7元一个 应该都可以的 羊香椒糕 15元一斤 这个是不是 这个叫做 红豆包 提子包 还是要一条 一条 一条 慢慢切 很烦的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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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五个 九个半 五三三二九个半 九个半 一条 六四包 三四包 那这个呢 就是我明天早餐 郭强饼店 我们回来小广路,这边更高兴 和大家聊聊 这里以前是一些装饰用品的店铺 现在还有很多 这里还有个分纱批发市场 前面是市宫,味道江南西 这里已经叫5宗,其实是26宗 原先是26宗 我都知道有很多观众以前读过书 它当然不是5宗 它是5宗集团下面 海珠区很与众不同 比如前面这个 这个是什么酒店呢? 好像是市宫拆了新的商场 这个应该是天一酒店 去到晚上这么漂亮 海珠区是有路有旧的 包括我们前面 正前方走到市宫那里也是 同幅东路也是 旧到骑楼 新到这些 旧到刚才拍到电影那种 很残很旧的 新到广州塔 广州塔也是在海珠区 所以海珠区 我认为在广州 就是最有新的不同的地方 又有很新的东西 比如扒州 又有很旧的 南华东 南华西 那些东西 同福东 同福西 那些东西 上次我们去到什么 很难找停车位 都算好 这边好一点点 富基广场有几个 都有停车位 又有分沙街 一过去就看到海珠桥 还有三个月之前 这边发生什么事 封城 四个月 整个区封住 这就是我们的海珠区 老婆在说海珠区难封 那时真的很难封 荒村围住那几个地方 你坐直升飞机 只有游泳才能过去 南海 只能够通过沙 南海一阻阻 好像封荒村 好像我在那边 看到对面 刚刚就是荒村 很远的 可以扔网球 过得到那种 但至于海珠区 有很多陆地交接的地方 面前这里 富基广场 来到这个中处 很多人在这里休息 刚才我们走过这里的时候 当时我不是用手电话出来看的 27度 现在又不知道多少度 这个就是现在的温度 25摄氏度 至于前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 走鬼档 这些还没有刺激 有几个档 还在炒螺 好像在那里 我们先看看这边 如果有炒螺 我是会买一份的 我这个是臭豆腐 右边这个是烤冷面 未开始的 这些不太适合我们的口味 这里是炒米粉 有炒粉 但没有炒螺 后面这些不太适合我 吃的 手渣饼 这些是炸豆腐 这些辣的东西 我们去前面看看 可能有炒田螺 看来没有炒螺 可能时间太早了 下次只能留下 是有的 但可能太早了 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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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